哈嘍,我是Kyle 看到圖片 大家應該沒什麼爭議吧 就是我們的舔瓜男孩 Camello Anthony Melo的投籃想必大家都是非常認同好看 但他的投籃動作其實細節很多 而且很致命啊 所以我今天就來為大家分析一下 Melo的投籃動作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Melo在接球或是收球的時候 大多會習慣將他的左腳掌是幾乎貼著地面的 可以看到這個時候他的重心 多半是在他的左腳的後側臉上 直到他的右腳踩地後 這個動作也就是他三斜腳步的起點 那接下來可以看到他雙手跟右腳 他會同時的做動作 而Melo的右肩、手肘 都會習慣的往前延伸 那這個動作呢 防守者就會因為 為了要避開 而產生一小段的空間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利用右腳 往下出力去帶動左腳起跳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兩邊的腳跟其實是不一樣高 這樣的起跳方向 會讓整個身體 向斜後上方延伸出去 此時可以看到Melo的上半身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旋轉幅度 而這個旋轉幅度就會讓他的右肩、手肘可以往更高的高度去延伸出手 增加他的出手高度 那大家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你在身體朝正前方的情況下 將你的右手舉高 然後不要放下 接著 再讓你的胸口朝左邊旋轉 你會發現 誒 我的右手往前延伸了誒 好 那回過來 我們再接著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 在Melo起跳前 他的手肘其實是往外打開的 但當他起跳身體發生旋轉的時候 他手肘跟身體就接近成一直線了 然後就 命中 那麼你可能會想 往後跳為什麼還能保持高出手點呢? 不是應該會像蝦子一樣捲在一起嗎? 原因就在於 Melo在接球後 他並不使用雙腳墊布去準備 他是直接用他的左腳去完成準備的這個動作 那 也就是因為這個身體的慣性 讓他的三斜腳步這麼具威脅性 OK 總結來說 如果你想要做到Kamela Anthony投籃 你需要 1.單腳接球下蹲 2.一接球 及固定上肢的動作 3.利用挺上半身的方式 帶動下肢的起跳 4.試著讓身體的胸口旋轉 增加你的投籃手延伸的幅度 5.在過程中 你的身體不能刻意的去扭轉 如果以上這幾點你能夠做到 相信你肯定是個天賦異稟的人啊 OK 以上就是我對Kamela Anthony的 投籃動作分析 那 我用了敘述的方式來分析他的動作 是因為 我怕如果用了一些肌動學啊 一些骨骼肌肉的概念去做分析的話 這個影片長度可能會長達一個小時左右啊 如果有興趣的話 再麻煩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很多人看的話 我就再試著做看看吧 那感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幫我訂閱分享按讚啊